各位学员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战略分析 那么战略分析呢 这一章一共有三大问题 一个是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 然后呢第二节是关于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好了然后第三节呢是SWOT分析 那么这个SWOT分析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一个内外结合的分析 它既有内部分析也有外部分析 那么这一章呢在本考试当中 通常可以处于第二或者第三重要的章节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最近五年的一个考试的情况 这一章呢应该说在每一年的考试当中 四种题型都会涉及单选多选简单题和综合题 这四种题型本章都会涉及到 而且呢平均分析处于较高水平 那么大家看一下 17年可以考到28分 18年呢18.5分 然后19年24分 20年呢24.5分 我们说的是5分 好了2021年呢有所下降 17分 应该说2021年的这个分值 大家看到了在最近五年是最低的 那是最低的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以前不太重要的第四章分值突然变高了 所以说这一章的分值呢稍微拉低了一下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在2022年呢 应该这个分值应该什么 应该会有所回升 当然2021呢我们说了 这个现在官方的具体的试题情况还没发布 因此我们给大家的是一个考生回忆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呢八九不离十的 限差不会太大 好了最高的时候你会发现2017年可以达到28分 实际上明年会是28 还是24 还是17 那不好说 对不对 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章节 可能的高分章节 这样来掌握 因此它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说了这里的考试的分值统计呢 是包括了已删除的支持点 就当年曾经比如17年有的支持点 可能现在没有了 但是当年考了 现在已经取消了 这个考点呢还是穿在本章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看一下教材的变动情况 比如说这一章我们今年变动大不大 那应该说变动不是太大 核心内容变动不是太大 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分四个方面的这个关注教材的一个调整情况 好了 一个呢就是我们内容的这个位置移动的 这个移动你不要小看了 你比如说我们在2020年教材当中有一个内容叫做国家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分析 我们一般通常都把它简单叫钻石模型 好了 然后呢作为第一节外部因素分析的标题四 知道吗 也就是说以前的钻石模型是作为什么 是作为外部环境分析的 因为在第一节外部环境分析 下面一二三四 它是第四个部分标题四 而22年呢将相应内容改为什么 改为产业资源配置分析框架 这叫资源配置分析框架 也就是说它就列入了什么资源分析的范畴 而这个资源分析呢 是作为我们第二节的内部环境分析 当中的第一部分资源与能力分析的标题四 知道吗 所以说大家发现呢 我们这个位置移动就把它 就把钻石模型分析从什么 从外部分析变成了内部分析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变化 所以说你还不能说这个只是个位置移动 对 它内容也没有变 但是它的这个内容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呢是改写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竞争对手的分析 那么做了较大程度的改写 当然竞争对手分析呢 在我们这一章当中 不算是特别重要的内容 这个改写呢 对我们影响不是太大 好案例调整 就是原知识点对应的案例减少了三个 没有增加 也就是说整个这一章比去年相比 案例总数就减少了三个 因为没有新增案例 然后呢表述的一些变动 其他一些多处的变动 但是呢基本不是就到考点 那就无所谓了 就是一些教材语言的规范化的过程 好 那么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然就是第一和第二 这个呢跟我们考试有很大的关系 好 这是我们第二章的一个教材 变动的情况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节 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 那 好了 那么这个外部环境分析呢 里面就包括我们说的 宏观环境分析 那 还有呢 产业环境分析 还有竞争环境分析 就包括这样三大内容 这些在我们第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是曾经提到过的 只不过呢 当时没展开 你看我们在第一章 老个单讲到 战略管理的三大要素 或者说三个内容 是吧 什么分析 选择 实施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战略的分析 好了 那么外部环境分析呢 我们说了 里面包括三大内容 一个是宏观环境分析 还有呢 产业环境分析 还有竞争环境分析 然后 在我们宏观环境分析当中 就有我们讲的 PEST PEST 分析工具 P就是政治法律环境 E就是经济 S就是社会文化环境 然后T就是技术环境 R技术环境 然后呢 这产业环境分析呢 就产品的生命中期 18生命中期 以及五种竞争力 还有呢成功关键因素 成功关键因素 在竞争环境里面 就有竞争对手的分析 还有呢 产业内的战略群组 好了 我们这里面呢 应该说就包括这样 有九个具体的内容 那 但是我们在后面呢 把来分为这样几个知识点 那么大家注意会发现呢 这些在考试当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生命中期进争力 包括战略群组 相对来说竞争对手的分析 和这个什么呢 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要稍微的次要一点点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节的 这个外部环境分析呢 它包括了几个方面 和具体的知识点的构成 好吧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知识点 叫宏观环境分析 对不对 好了 宏观环境分析 我们说了 就是PEST 英文单词 首字母的组合 PEST 对不对 政治和法律 P 然后呢 E 是吧 经济 然后呢 S 社会和无法 然后T是技术 好了 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从星级标识来看 这是三星级的 因为这个是一点 在未来考试当中 它经常干嘛呢 是吧 这是外部的 我们在第三节 要讲到一个 关于SWOT分析 就是机会 SU是W列式 然后呢 O机会 T威胁 那么经常就会把说 结合一个战略分析 是吧 那么这个分析当中 涉及到的这个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和这个技术 哪些方面 给企业带来 这个机会 哪些方面 带来威胁 是吧 它就会结合 这个宏观环境分析 就会结合到 机会和威胁的分析 是吧 就会结合到 机会和威胁 我们不能说优势跟烈势 因为优势 是讲的是什么 是内部分析 大家现在要知道 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是外部环境 因此是机会威胁 这两个才是讲的 外部环境的分析 这就结合到 哪些带来机会 哪些带来威胁 这样的一种综合体 简单体当中的运用 我们这个视频 之所以说它是三星 因为它在什么 在简单当中 在综合当中 那是比较频繁的出现 一旦比较频繁 在综合简达中 出现就意味着 你要把相关知识的 很熟 甚至要熟得 熟到能写得出来的程度 那么这才能够 达到我们考试的要求 好了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 政治法律环境 就是我们说的 P 是吧 政治法律环境 那么政治法律环境 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政治环境 什么叫法律环境 因为这里面 事实上是两个部分 那么政治环境 它包括什么 国家的政治制度 是吧 政治制度 还有权力机构 是吧 你比如说 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 是什么 这个政治制度 它就包括是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我们经常说的 是性色 还是性资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国家当然是什么 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而不是资本主义 好了 然后权力机构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的就是什么 全国人大 对不对 全国人大就是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 对不对 还有呢 颁布的方针政策 这个就不用说了很多 对不对 还有呢 政治团体 是不是 好了 政治团体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讲的那些什么 我们各个政党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个什么 政治协商会议 是吧 就是各个政治团体 在进行协商 对不对 形式严重 决策制度 政治团体 还有呢 政治形势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什么呢 稳定 是吧 政局稳定 政治稳定 所以你看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是什么 是稳定压倒一切 对不对 好了 这个稳定就讲的是政治形势 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政治就很稳定 是吧 政党团结 那然后呢 国家统一 这就是政治形势很好 然后你看一下反过来 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吧 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发生战争 事实上你发现 对两个国家来说 政治形势都不妙 应该说 对不对 那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政治环境 里面讲的什么这些政治制度权力机构 大家还是要了解 那那么第二个呢 是法律环境 是吧 刚才是政治 那么法律环境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国家颁布的这样法律法规法令 我们都是学会计的 是吧 对不对 公司法 你看我们考出国 不是考经济法吗 对不对 那那是公司法 证券法 好东法 国家颁布的 对不对 还有税法 对不对 相关法规法令 以及国家的一些执法机构等等 对不对 国家执法机构多了 公检法就是我们的执法机构 对不对 好了 这就属于什么 法律环境 那 所以以后 但凡是就看到一个国家制定了什么 对不对 我们讲了 这个政治法律环境 通常指的是国家在干什么 政府在干什么 是吧 政府在干什么 国家 那好了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政治和法律因素是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条件 对了 你没发现 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环境不稳定 是吧 如果法律环境不健全 如果政治不稳定 法律不健全 你到这样的国家去经营 你就发现 很困难 如果现在让你到这个乌克兰去投资 你去不去吗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政治环境不好 是不是 那政治环境不好 好了 所以说这就是说 它会对我们的经营活动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没有这样的保障 企业很难经营 这是我们讲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定义 那么 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具体的政治环境的分析 那我们说了 这实际上是两个部分 那么政治环境分析呢 所谓的政治环境就指的是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政局的稳定情况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国家 对不对 我们国家政局稳定 非常好 是吧 你看这个什么呢 乌克兰 是吧 乌克兰 它就不好 是吧 它就很差 那它就很差 政治稳定状况就不好 好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政府行为 所以你要知道了 我们以后看到什么 政府干嘛干嘛 这就讲的是政治环境 事实上 那么政府行为对其的影响 就是我们在分析政治环境时 一旦看到有政府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了 它对其带来是好还是坏呢 这不一定 好了 那么政府行为表现哪些 比如政府如何拥有土地 是吧 还有自然资源去去储备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我们国家对煤矿 对土地是吧 怎么卖 怎么卖地 是吧 我们怎么去管理煤矿的开采 是不是 你看我们国家曾经 煤矿开采是不是有点乱 对不对 很多官商 是吧 民营资本 不法商人 进入这个市场 违规开采 后来国家就出台了 这个相关的政策 对不对 要规范开采 节约化开采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些都属于什么 政府的行为 但政府行为不仅限 我们说的这些很多 好了 第三呢 是执政党 所持的态度 和推行的基本政策 当然 我们国家 那就是怎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 中国共产党 执政党 对不对 那么他所持有的态度 和推行的基本政策 像什么 产业政策 是吧 税收政策 金出国限制 那以及这些政策的 连续性跟稳定性 是吧 我们制定一个政策 就能够长期的执行 连续的执行 这很重要 如果说一个执政党 经常是多变的 是吧 我们共产党 制定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就很好嘛 是不是 那 这样一来就有助于人家 预判未来 经济经营当中的情况 如果一个政党 今天制定 明天就变 今年制定 明年就变 一年一变 一年三变 如果这样变来变去 你告诉我 你去经营 你敢吗 现在说的好好的 过两天它变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执政党 当然这里呢 其实最关键的是 以后我们再做题的时候 是什么 你只要看到政府干嘛 有执政党干嘛 你管它干嘛 这就属于什么 政治环境 当然 你得分析 政府的行为 政党的行为 对我们 经营者来说 对我们这个企业来说 制定战略来说 这是有利还是不利 对不对 如果有利就是机会 如果不利就是 是吧 这个威胁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判断的 这个对我们 制定战略 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个大家是很容易判断的 好了 第一次呢 各政治利益集团 对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 你要发现 我们有些政治团体 他对企业活动 是产生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 曾经 是吧 我们这个 一些 高层的腐败 比如说那个叫 叫什么叫 周永康 是吧 这个周永康 他就是什么 他就对我们 有的企业集团 比如说 中石油 因为他 长期在中石油 这个什么呢 主政 曾经 结果他就 垄断了 这个中石油的 这样一些权力分配 里面就产生违规行为 从人影响起来 进行活动 但这一切 都已经得到了 纠正 所以说 这些 它是对 进行活动 会产生影响的 那会产生影响的 好了 这是 第二 关于政治 环境分析 那么第三呢 是法律环境分析 那么 法律环境呢 我们说了 政治因素 刚才讲的是政治因素 它对企业行为 有直接影响 是吧 对企业行为 有直接影响 它是有可能的 一些并不是全部 它的有 这个有自己影响 有什么自己影响 你别举个例子 美国 是吧 大家知道 美国要求他们的企业 对中国企业进行什么 断供 对不对 美国要求他们的什么 芯片企业 不对华为 进行提供芯片 这是什么 这就是政治因素 对企业行为的 直接影响 它直接让你 不要提供 不了卖 对不对 但这种政治行为 这是它的政府行为 它既影响美国的企业 也影响中国的企业 对不对 好了 但是呢 这种情况 不会经常发生 这叫政企不分 你看我们国家 还在强调什么 我们国家 还强调什么呢 还强调 政企 要分开 对不对 政府就是政府 企业就是企业 政府不能去干预 企业的决策 是不是 那 政企分开 好了 那么这个是说 我们政治因素 对企业的直接影响 它只是局部的 并不应该是广泛存在的 但是 我们政府对企业的影响 更多是通过什么 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 来间接的影响企业的活动 我们说了 制定法律法规 发挥我们这个什么 大家知道 我们说政府是什么 是守业人的这样一个职责 是不是 你怎么守业 你都有工具 什么工具 制定法律法规 我告诉你 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我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企业 对不对 我们针对整个国家发展 经济发展的需要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好了 这样的是什么 是间接影响 就是说 政府不直接管理 而是通过什么 通过法律法规的影响力 对不对 通过法律法规的影响力 好了 这是一点要注意的 政治法律环境当中的 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 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影响 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 是吧 有直接 一个是什么呢 间接 间接影响更多 直接影响相对较少 间接影响相对更多 这种状况才是比较良好的状况 通过法律法规来管 而不是政府行为 直接去约束企业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法律法规存在的四大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通过 为什么立法 立法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那么立法的目的呢 一个是保护企业反对不正当竞争 这是当然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国家这些年 对于那些头部的电商 是吧 对不对 你看 我们对这些头部电商 是不是在对他们进行反不正当竞争呢 以前大家知道 在淘宝卖的就不能在什么 这个京东卖是吧 对不对 像你这些就是属于什么 这属于不正当竞争 然后呢 保护消费者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 通过立法 打击那些假冒伪劣 是吧 打假 对不对 打假 那不就是我们的这个保护消费者吗 你看我们在315是吧 发生了 揭发了这样一些不良商家 那就是通过法律法规 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就要对他们立法 对他们进行制裁 对不对 好了 还有呢 保护我们的员工 对不对 例如说我们的劳动法 对不对 我们这里劳动法 当然就要保护员工利益嘛 你不能说说开除我就开除我了 是吧 你不能说用了 这个用我工 然后不给我买社保 是不是 这不行 还有呢 保护公众权益 是吧 免受不合理企业 不合理企业行为的损害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要求企业必须要什么 环保要过关 环境保护 这个环境保护就是典型的公众权益嘛 是不是 那 所以你要是违背 环境保护的规律 那是要处罚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对此都有什么 都有法律法规 因此 立法的目的呢 有这样一些目的 当然这个从以前考试来看 未曾考过 这不重要 因为这个呢 也简单 大家一看呢 都能意会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政治法律环境的分析 是吧 我们在分析当中到底怎么用 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看啊 深中前出 我们这里呢 就是 针对有一些案例当中的一些关键表述 我们不给大家完整的去引用案例 没有必要 我们就看某些话 大家学会在某些话当中去抓取 它有涉及到我们前面讲的 政治法律因素的这样一些表述吗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007年 银监会提出大力发展村镇银行 对不对 提高对县域乡村的金融服务水平 大家发现没有 这是法律因素还是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 为什么 银监会 这可是一个什么 政府的部门 知道吗 政府的部门 所以说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标准的 政治法律环境 是吧 那就意味着 这就在讲政治法律环境 银监会提出了什么 就是政府的行为 银监会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然后呢 出台法规 放宽对村子银行的准备注入 你说这是不是什么 这刚才讲的是政治 这讲的是什么 法律 对不对 法律 出台法规 放宽村子银行的准备条件 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然后呢 这些都是他们的有利因素 对吧 好 然后呢 村子银行不能享受 那么这个国有银行的一些优惠政策 这是他的不利因素 对不对 好了 他不能享受 这个是一个是给予 税收优惠 然后呢 不能享受优惠 是吧 这个其实都是什么 这都属于税法层面的问题 这也是属于法律环境 是吧 然后呢 这是 关于一段话的表述 另外一段话的表述 跟前面是没关系的 比如说有关部门宣布 是吧 2012年7月1日起 生活饮用水标准 将在中国内强制性的实施 饮用水的监制指标 也从过去的35项 提高到106项 也告诉我 这个有关部门宣布 你说这个宣布是什么 是属于前面讲的政治因素呢 还是法律因素呢 这个就属于我们讲的政府行为 是吧 这有关部门是什么 是饮用水标准的制定 饮用水的监管部门 而这些部门是什么 就是属于政府部门 既然是政府部门的行为 那就属于什么 那就属于政治法律因素 谁说你会发现 当我们这个拿到一个题的时候 它就可能有类似的语言表述 你看到国家法院的过来 这是在讲什么 是吧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 政治法律因素主要看 是不是有政府的什么什么行为 有政党的什么什么行为 对不对 有没有表述政局是否稳定 如果我们再告诉你 某一个国家 因为比如说我们就要来个案例 就是说乌克兰准备投资 但是乌克兰现在战争连连是吧 政局不稳定 你知道了 这是在讲政治法律环境 这是政治环境 对不对 政治环境 好了 我们这就是通过这些案例 大家集合到前面的 这个理论的文字表述 要结合一下 当然 大家更多要通过 做一些练习题去 慢慢的去领会 好了 第二个是关于经济环境 可以这样说 但凡我们宏观环境分析 PEST的分析 如果在简达中国当中出现 那必然会涉及到经济环境 这个环境 必然会涉及到的 但是这里面的哪些部分呢 这个不一定 首先 关于经济环境 我们后面开始有五个关键判断点 关键要素 我们先搞通两个基本问题 经济环境四指 高层企业生存与发展的 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你看到没有 一个就是社会的经济状况 一个是国家的经济政策 比如像我们说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不对 国家的经济政策 好了 那么这又是讲的经济环境 然后呢 以政治法律环境相比呢 经济环境对其的影响叫做更直接 更具体 好了 那么前面我们说 政治前面强调嘛 说政治环境是什么 它通常会 它有可能一些 它会直接影响 而法律环境更多是什么 是间接影响 而我们这个经济环境是什么 是更直接 更具体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相关经营活动 相关战略的制定 好了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当然哈 你说这个经济环境跟我们政治法律环境 是不是受截然的界限呢 那不一定 有些方面它也不是积燃界限 你比如说 如果再告诉你国家制定什么什么政策 那是属于什么 属于政治行为 是吧 政治因素 但是制定的政策 这个政策本身它有形成什么 它有形成国家的经济政策 它又是经济环境 是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 在以后你会发现 可能有一句话 它既能体现 政治法律环境因素的 这个 内涵 也能这个什么呢 反映 也属于经济环境的范畴 就它可能届于政治法律环境影响的范畴 也是属于经济环境影响的范畴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 好 那么对于我们讲的 这个经济环境呢 里面主要有五大要素 也就是我们讲的五个判断点 事实上 也就是说 以后你在案例当中 只要看到在说以下五个方面 那就说明 这是在描述我们的经济环境 那五个方面呢 一 社会经济结构 这个大家听起来一点抽象 什么叫社会经济结构呢 当然 如果你的这个 政治经济学当年学的比较好的话 这些就会 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这个社会经济结构是指 国民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成分 好了 不同的产业部门 和社会战产生产各方面 在组成国民经济整体时的一个相互的适应性 量的比例 以及排列 关联的状况 这话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国民经济中什么什么 这个不用说了 什么叫经济成分 比如说我们讲的 你是国有呢 是吧 还是私营企业 是国 信国 是吧 还是信私 那么是国家这个控制的 还是这个私营企业的 那国民还是私营 最后讲的是经济成分 还有呢 不同的产业部门 什么意思 我们经常说的 什么第一产业 是吧 第二产业 什么第三产业 是吧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是吧 他讲的 这就是一个产业 不同的产业部门 比如我们的农业 在整个经济当中 农业构成怎么样 是吧 工业结构怎么样 我们的服务业 占比多少 是不是 好了 还有呢 社会成长各方面 在组成经济整体 所的一个相互适应性 对不对 量的比例性 那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量的比例性 讲 一二三产业的比例 是吧 还有国有适应的比例 对不对 比例 你看我们国家说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对不对 这个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不就是什么 不就是在调整 社会经济结构吗 这就在改变我们 不同经济成分的 不同产业部门的 一个量的比例 以及他们的一个 相互的适应性 是吧 相互适应性 比如说我们 一二三产业 应该保持怎样的结构 才更有利于 国家经济的增长 是吧 那这又是一个 相互适应性 第一产业 如果发展不好 第二产业就要受到影响 好了 第二产业发展不好 第三产业可能受到影响 是不是 好了 然后以及怎么 排列观念的一个状况 就讲的是 社会经济结构的意思 然后呢 它主要包括内容 包括哪些 好 包括哪些呢 一个是产业结构 这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是吧 就是产业结构 如果我们在案例当中 发现在描述 这个一二三产业 就是这个农业工业服务业 是吧 那么在描述 这些产业的时候 就在讲产业结构 还有呢 分配结构 是吧 分配结构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居民 是吧 居民 还有呢 这个企业 还有呢 政府 他们如何在进行分配 是吧 就讲的是个分配结构 交换结构呢 比如像我们这个商品流转 是吧 我们的这个商品流转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价格结构 是吧 比如我们的这个进出口 是吧 结构 就讲的是一个交换结构 当然 一般可能会涉及到来 往往就是什么 进出口的问题 是吧 我们讲这个进口多少 出口多少 这又是我们讲的交换结构 是吧 还有呢 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指的是什么 比如 我们这个在消费领域 我们一年吃 是吧 穿 还有什么 住 行 是吧 这个吃穿住行方面占的比例 我是举个例子 这叫消费结构 还有呢 技术结构 比如说 我们这个什么呢 高端 是吧 这个低端 我们的技术水平 高端技术占多少 低端技术占多少 尖端技术又占多少 是吧 又占多少 好 类似这样的问题 讲的是技术结构 技术结构 好 当你发现了 如果讲这个技术结构 高端 低端 尖端 是不是跟我们后面有个问题 有点相关呢 它可能又属于什么呢 又跟我们讲的技术水平 是吧 技术这个环境 好了 可能又跟这个技术环境 又开始产生关系 是说我们在分析当中 一定要注意 有些表述 它可能涉及到多个因素 而不是说 一句话一定就只能 针对我们讲的 PEST里面的E 或者T 或者S 或者P 不一定 它可能涉及到 两个要素 这就有可能的 好了 这讲的这个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 好 第二个呢 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 好 那么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指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 是吧 还有呢 速度 还有呢 所达到的一个水平 比如说我们国家 经济GDP达到 比如说25万亿 是吧 假设 具体是多少 我还忘了 那么假设经济规模达到GDP 是吧 我们说GDP达到多少 这个是讲的经济发展的规模 还有呢 增长多少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2021年 比2020年增长了6.8% 是吧 6.8 这个是增长的速度 好了 这个是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当你在发现 我们在描述GDP多少 人均GDP多少 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 那你知道 这是在讲经济发展水平 那它属于什么 那就属于经济 是吧 环境 那又属于经济环境 还有呢 一些其他的 是吧 这个因素 那么除了前面讲的 常用指标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讲到税收 是吧 讲到这个通货膨胀率 汇率差 是吧 贸易差额 是吧 顺差还是涅差 这讲的是 差额指的是顺差 是吧 还是涅差 还有呢 失业率 还有呢 利率 以及信贷投放水平 我们投资多少 以及政府补助的情况 这都属于什么 其他经济影响因素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这些 如果说你对这些关键点 交财 列挤的关键点 如果毫无影响 当你以后看到案例时 人家明明在告诉你 我们这个什么通货膨胀 达到百分之二点几 你没反应 其实你要知道 一看到通货膨胀 你想到了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在描述我们 经济发展水平状况 那又属于在描述我们的 经济环境 就是在进行经济环境的分析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对这些相关要素要熟悉 什么失业率利率 真的讲的是经济发展水平 好的 第三呢 是经济体制 我们所讲的 这就是经济环境五个要素 是吧 第三就是经济体制 好了 那么这个经济体制呢 这个比较简单 在考试当中 其实较少涉及到 对经济体制的描述 说经济体制是 国家经济组织的形式 它规定了国家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来调控或影响社会经济流动的范围 内容和方式 好 这些你都不用理解的很准确 你要知道一点 所谓经济体制 不就是讲的是市场经济呢 还是计划经济吗 对不对 你比如我们国家现在属于什么 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它也是市场经济 对不对 那么有没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呢 当然有 对不对 有 任何国家 任何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 它并不是说 他们都只有市场经济 没有计划经济 只是说市场经济在那比的更高 计划经济在那比的更低 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而已 是吧 你会发现 你比如说 我们采用市场经济 那就意味着 国家跟企业之间是什么 政企业是分开的 国家是负责 这个管理 是吧 是我们说的裁判 而企业是运动员 是吧 还有的 企业跟企业之间是什么 那就是 在市场经济情况下 我们企业跟企业之间是公平竞争的 是吧 那么企业跟经济部门之间是什么 是被监管跟监管的这样一个关系 是不是 而不是 他们来指挥我们做决策的问题 所以这又是讲的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看 这些不就讲的是一个管理手段 跟方法的问题吗 在经济计划经济形势 我们都是什么 通过立法 间接的去什么 通过这个指导性的 相关的政策 法规 是吧 以及相关的这个 经济决策 去影响企业 是吧 而不是直接帮企业去做决定 好了 这讲的是一个经济体制 我们现在主要是 市场经济体制为止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在为了案例当中 很少去分析 这个是计划还是市场 这个一般不会 从以前考试当中 市场经济体制 在我们考试当中 实际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在案例分析当中 也没有出现过 在描述经济体制的 这样一个 相关案例资料 好了 第四呢 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不用说了 在经济环境分析当中 宏观经济政策 当然是一个重中之重的 一个要素 好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宏观经济政策呢 是吧 所谓宏观是什么意思 那是国家层面的 所以说它是 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的 战略和策略 那么它是国家发展目标的 一个这些战略跟策略 就是宏观政策吗 好了 具体的说包括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 就包括综合性的 全国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你比如说 什么叫做综合性的 全国发展战略呢 比如像什么 一带一路 是吧 比如我们说的什么 双循环 对不对 是吧 我们讲的这个双循环 还有呢 什么产业政策呢 比如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扶持高新技术企业 是吧 比如我们这个什么 加快新能源 是吧 产业的发展 好了 那么这都属于什么产业政策 比如我们对什么 对煤矿企业的调整 什么官亭 小没有 这都属于产业政策了 是不是 还有呢 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 那这个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我可以举个例子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什么 最低工资标准 是吧 我们指定的这个最低 工资 水平 这个最低工资水平 就是一个什么 国家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 还有呢 价格政策 价格呢 这些什么 比如说 有些可能是什么 我们管制性的 是吧 可能是管制性的价格 有的可能是什么呢 指导性的价格 是吧 指导性的价格 这简单是一个价格政策 你比如说管制性 这个价格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我们的石油 油 对不对 你要知道 油的价格到底该怎么调 那是国家发改为了发布的 不是中石油中石 自己说我想涨就涨 我想涨就涨 它不是这样的 这就属于形成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 你想想 一个我们这个石油价格的这个上涨下跌 是不是影响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 它不是一个企业层面的 它就是一个国家层面的 对不对 还有像一些什么物资流通的政策 好 那么这都属于我们讲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 那么第五呢 是其他经济条件 好了 其他包括哪些 像什么工资水平 如果再说一个地方的这个居民收入低 你发现没有 这个居民收入低 说到工资水平 那是不是经济这个条件呢 我跟你说 这也是我们后面讲的这个什么 社会文化环境 其实它也属于社会文化环境呢 为什么 后面我们讲这个社会文化环境也要讲什么 也要讲一个什么呢 居民收入状况 那么这个居民的收入状况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社会流动性 讲的这个 后面讲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流动性 就要讲的什么 高收入阶层 低收入阶层 是吧 所以一个地方的高收入什么 这个阶层有多少 低收入有多少 这是在描述公资水平的 是吧 它是在描述这个 也是即使讲的经济环境 也是讲的这个什么 社会文化环境事实上 还有呢 供应商级竞争对手的 是吧 价格变化等经济因素 那你发现没有 当我们说到供应商竞争对手时 我们这个在后面 讲五种竞争的分析的时候 是吧 五例分析的时候 不也会提到供应商竞争对手吗 同业竞争 是吧 那 所以你发现 这些它跟我们的 宏观环境分析 这个我们后面讲的这个产业环境分析 也会有一些交叉点 事实上 一交叉点 好了 这就是有效应求我们注意的 因为这种点就意味着 在有些案例资料当中 它既说明 是吧 既是用它来描述我们的宏观环境 也是在用它来描述我们的可能 这个产业环境 它在案例上有一些可能存在一些交叉 这是有可能的 好了 那么等经济因素 反正你要睡了 以后当我们说到供应商竞争对手的时候 哎 你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 这是在讲我们的其他经济条件 那其他经济条件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讲完这五个方面过后呢 我们说了哈 这五个方面 可能给我们设计最多的 如果非要排个顺序的话 我们这样来给它排个顺序的话 你看哈 应该说 在案例当中 可能会广泛涉及到的 是吧 这个我们讲的 社会经济结构 事实上 我们案例中较少设计 经济发展水平状况 这是较多的设计 也就是说 你对什么常用指标 其他影响因素 这个要很熟 还有呢 经济体制较少设计 然后呢 宏观经济是较多设计 因此你对我们讲的这个什么 国家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 对不对 这些你一看 要有很强的敏感性 还有什么 其他经济条件 较多的设计 这我要说当中 是吧 二四五 二 经济发展水平状况 是吧 那么四 就是那个宏观经济政策 五 其他经济条件 这个案例当中 是涉及最多的 然后呢 我们在分析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跟 相关方面的一些界限 那么要搞清楚 那么这里的起来 注意两个问题 一 你发现没有 政治法律环境 前面讲的P 和经济环境 一 它们里面都涉及到税收政策 是不是 都涉及到税收政策 那么因此 当我们发现那个税收政策的时候 你说 它到底是属于 这个 经济环境呢 还是属于 政治 法律环境呢 法律环境呢 好了 谢谢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这里面呢 给大家讲一种 判断的逻辑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是 政府 或者执政党 制定了 怎样的税收政策 看到没有 关键在这里 一种行为 它制定了 怎样的税收政策 那就属于政治法律环境 好 如果没有说 我们这个政府 政党制定了什么 而是简单的告诉你说 其面临 或者某个国家的 地区的产业政策 税收政策是什么 如果回答的是什么 那么它就属于 经济环境的范畴 比如说 该地区 这个税收负担很重 好了 如果简单说 税收负担重 你说它属于什么 如果说税收负担重 你要没有说 这里就没有说 什么政府 执政党制定 税收政策是吧 而是说你这种状况 经济税收负担重 那它属于什么 经济环境 如果说 这个 来表述说 当地税务机关 制定 优惠政策 那鼓励什么什么发展 那你发现 当地税务机关 制定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 那么这也是税收吧 那那是反映了 政府制定了什么 那它属于什么 政治法律环境 好了 这样也许对大家 看到 税收 还这个政策的时候 它到底属于 政治法律环境呢 还是属于 我们讲的经济环境呢 可能这个有助于大家去进一步的判断 这一点 这一点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么这个我们讲的经济环境 在我们案例当中 进行表述 它会以怎样的语言出现呢 是吧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举个例子 深入前处 这里看啊 政府推进农村金融业的大力发展 那么是军事银行面临的有利因素 大家发现没有 推进农村金融业的大力发展 这是什么 这属于我们讲的产业政策 对不对 这属于产业发展方面的 产业发展方面的 好了 当然 如果要说的话 政府推进 对不对 这个政府的行为 它又属于什么 它又属于我们这个什么呢 是吧 政治法律环境的犯罪 但是我们这里 农村金融业的大力发展 你要知道这是产业发展 好 还有呢 当地人均收入低 保险 现贷 担保 之后 针对银行是吧 好了 这讲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讲的 可能是其他经济因素 你看到没有吗 我们讲的 人均收入低不就是工资水平吗 保险及信贷那不是相关行业吗 是吧 好了 这属于其他经济因素 这属于产业发展 对不对 产业发展 好了 然后呢 当然这是他的这个政府鼓励 那是什么 那是有利的 然后呢 这些就是不利的 那是我们前面讲 我们有点判断 这些政治的政治法律因素 是吧 这些经济因素 对企业是有利还是不利 是吧 然后呢 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 这是什么 这讲的是宏观经济嘛 这经济发展水平嘛 是吧 这讲的是经济发展水平 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快速增长 在当前的商业领域中 能够满足人民群众 日夜增长的 对健康和品质生活追求的产品 通常都会有较好的市场表现 好 这里关键其实是迅速的发展 是吧 你说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是不是讲的一个发展水平 这是什么 你看刚才那个里面讲到的经济环境 有什么 有公司水平 有供应商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 是吧 还有呢 也有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第二 讲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 是吧 经济增长的速度 快速增长 好了 所以我们这里面 刚才就那些表层 就没有讲什么社会经济结构 是吧 也没有讲什么经济体制 是吧 这些没有讲到 也没有提这个什么呢 还讲到了这个产业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是吧 产业政策 所以我们这些文字当中 他们 你看 哪些讲到的是 五个要素里面的其他 五个要素里面的产业发展 再属于宏观 是吧 经济政策 这是讲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在相关表层当中去抓取信息 来判断他们属于经济环境当中的那五个方面都是哪些方面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深处前书 大家要经常通过练习 提高这样的一种判断和信息捕捉能力 感谢观看